我們就在那時候就發現 就是法式這個東西在韓國非常的盛行 但是在台灣卻沒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店 就是有在賣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決定就是把這個蜂巢引進到台灣 那加上我們在對人跟人接觸銷售的這一塊又很有興趣 所以我們才開始著手經營就是法式店 我們還有另外的自己製作的商品 就是我們自創的 我們就是到首爾斯的時候 都會去看路上的韓國的女孩子 她帶的是什麼法式 我們都希望說現在韓國流行什麼 我們帶回到台灣 讓台灣也跟著流行 我們主要現在是來針門市人員 然後另外是網拍的小幫手的部分 門市人員的話我們的薪資結構分為 就是基本薪資再加上獎金的部分 那基本的底薪呢 我們是從25000到35000之間 再加上我們有另外一套的獎金制度 見值的話我們是實行133座起跳 那我們另外也是有獎金制度的 主要是幫我們銷售店內的產品 然後教客人怎麼使用怎麼佩戴 網拍的話 基本薪資是從22000到35000之間 它的工作內容包含了拍照上傳跟修圖這些部分 然後另外還有庫存管理整理出貨 我們每年都會提供就是生日的獎金 或是禮物給員工 那另外我們也有全勤的津貼 正職人員的話我們公司都會規劃就是 有三節禮金這個部分 還有年終的獎金 我們基本上如果公司運運狀況是好的部分 我們每個月也會就是帶員工去吃飯一些同樂會之類的 對或是帶員工出去玩 但我們望眠小鋪的話其實可以學到很多的銷售技巧 然後人與人之間的應對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你到這邊來 之後對你的人生或是其他的工作 也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過程中的定義 我們共同時下集結束 今天為多多熱�的貨 我們會和大家辦公室 我們會不會的 Exercise 我們會在立場 我們會不會的 我們會不會的 我們會不會的